许多人面对某些事情时,往往会本能地采取一丝不苟他人有错的态度,然而,有时吃亏其实是一种福气。 这种福气所指的智慧,是一种开阔的胸怀,只有拥有开阔的胸怀,才能达到心灵的通透。 心灵的通透是一种深刻的智慧,这种智慧能够帮助你摆脱心灵的束缚,何必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何必去向别人解释为何愿意待人受过。 修炼心灵就是修炼人生,在与善友们交流时,我一贯倡导大家要多反省自己的行为。 在讲授经文时曾经强调,应该为所有众生承担驾驭他们身上的侮辱,坏事应由自己承担,好事应归他人。 实际上,生活中有些人确实遵循这个原则行事,但往往由于缺乏足够的修行,无法坚持到最后,一位绅士正急匆匆地赶去处理一些事物。 但在他经过一座独木桥时遇到了阻碍。 当他踏上独木桥,刚走了几步,就发现桥的另一头走来了一位孕妇。 绅士礼貌地退回到桥头,让孕妇先过桥,孕妇过桥后,绅士再次上桥,急匆匆地向对岸走去。 但当他走到桥中央时,一个肩条重担的桥夫急匆匆地从对面走来。 绅士没有言语,再次退回到桥头,让桥夫先过桥。 在经历了这两次让路之后,绅士在桥头等待了几分钟,直到确认对岸没有人后才再次上桥。 他加快步伐,眼看就要过桥时。 对面又来了一位推着独轮车的农夫,绅士认为自己已经让过两个人,这次不应该再让了。 于是摘下帽子,非常有礼貌地向农夫提出请求。 尊敬的先生,你看我马上就要过桥了,能否请您让我先过去? 农夫生气地回答,我也很着急,晚了我怕赶不上集市了。 两人携伤未果开始争吵,这时和尚划来了一只小船,船上坐着一位胖胖的和尚,两人同时叫住和尚,请求他评礼。 和尚双手和时问农夫,你真的那么急着过桥吗? 农夫回答,我真的很急,晚了就赶不上集了。 和尚说,既然你那么急着赶时间,为什么不让绅士先过桥呢? 你稍微让一下绅士过去了,你不就可以早点到集市了吗? 农夫无言以对,但仍不愿让路。 这是和尚对绅士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农夫给你让路呢? 仅仅是因为你快到桥头了吗? 绅士感到很委屈辩解到,之前我已经让过两个人了,如果这样一直让下去,我可能永远也过不了桥。 和尚反问,那你现在过桥了吗? 既然你给那么多人让了路,给农夫让一次又有什么关系呢? 既然过不了桥,至少应该保持绅士的风度。 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绅士听了感到惭愧,低下了头。 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让步与他人又有什么不好呢? 做人不能太自私,如果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永远无法化解。 因此在处理事情时,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别人的过错。 梵网经是大成菩萨戒经之一,内容丰富,它只被翻译了一部分。 即新帝戒品,上卷讲述的是新帝观法,下卷则是戒律,成为菩萨的一个重要条件。 是能够承受代受众人的侮辱和诽谤,所有的过错都应该自己承担,好事则让与他人。 这样可以消除我们无始节以来的贪嗔罪业,这与世人的做法正好相反。 如果不是真正觉悟,很难做到这一点,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锻炼。 那些敢于听从自己内心的人是真诚的,那些敢于承认错误的人是勇敢的,拥有真诚和勇敢的心。 你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 我曾对听我讲佛的人说,如果失去了本心,就应当忏悔。 忏悔的方法是带来清凉。 忏悔不是让你不断地回想过去所犯的错误。 这样的思考只会让你再次犯错。 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过失,以后不再犯就是真正的忏悔。 至于彻底而圆满的忏悔,就是念诵阿弥陀佛。 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 即使是忤逆十恶的重罪也能彻底消除。 这怎能不让人感到清凉呢? 要想获得内心的清凉。 回归真实的本性,做真实的自己。 除了忏悔还要学会原谅。 不懂得原谅的人往往被琐事纠缠。 从而失去了自己的本性。 朱友峰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 为了参加大佛寺的早课, 他天还未亮就带着鲜花和贡果匆匆赶到寺院。 不幸的是,刚走进院门, 他就与一位匆匆而来的乡客相撞, 导致鲜花和贡果散落一地。 朱友峰看着满地的物品, 感到非常心疼。 他愤怒地说, 是谁这么不小心? 撞翻了我的贡品, 一定要给我一个解释。 湘客看到朱友峰的愤怒回应道, 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何必这么凶? 朱友峰见湘客没有道歉的意思, 声音变得更大, 你的态度太恶劣了。 今天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别想离开。 于是两人开始争吵, 甚至互相辱骂。 他们的争吵声引起了广语禅师的注意。 广语禅师听到争吵声后, 找到了他们, 询问了争吵的原因。 听完两人的叙述后, 广语禅师温和地劝解道, 虽然撞人是不应该的, 但拒绝接受道歉同样不对, 真正的智者会学会包容对方的错误, 反思自己的不足, 并诚心接受别人的道歉。 宽恕是善行的源泉, 这位居士与相克的争吵, 让他们偏离了各自的真如本性。 我在讲述真如本性时指出, 真如本性即禅宗所称的真如本性, 教下所说的菩提心, 大成起信论中的执心、 身心、大悲心, 观境中的执承心、 身心、回向发愿心。 儒家所说的诚意、正心, 大成佛法通常提到的四弘誓愿六度。 不失心、持戒心、 忍辱心、精进心、 禅定心、般若心。 这些都是大成菩萨的本心。 净土宗所说的清净心、 平等心、 决心也是本心。 总的来说, 净土宗就是强调阿弥陀佛心。 如果失去了这个心, 就必须立即忏悔 真心悔改, 心灵就会变得清凉。 居士与相克的争执毫无意义, 只会让他们的心境变得更加复杂。 离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 因此一旦失去本心, 就应该立即忏悔。 只有心灵没有杂念, 才能保持清凉。 而清凉之心才能坚定, 我们才能找到真实的自己。 绝对的平淡与清静, 才是人生原本的面貌。 我时常提醒那些上香课, 培养心灵, 需要忍耐, 需要坚韧, 需要面对恐惧, 才能达到纯粹的境界。 减少欲望, 心灵才能平静, 保持主见, 心灵才能空虚。 心灵不被外界事物所动摇称为静, 不被外界事物所充实称为虚。 应该保持沉默, 应该保持从容, 应该保持谨慎, 应该保持节俭。 静守这颗心心灵才能安定, 收敛并抑制自己的情绪, 情绪才能平静。 心气平和源于人的内心, 但修身与修心同样重要。 有一位叫源池的学徒, 在无德禅师的指导下学习了多年, 学习非常努力, 但对禅法的理解始终未能深入。 在晚上的禅修时段, 源池向无德禅师请教, 大师我入佛门多年, 但对许多事情仍然迷茫, 接受信众的供养却未能领悟佛法。 请大师以慈悲之心告诉我, 除了日常修行和日常事物外, 还有什么是必修的课程? 无德禅师回答, 你应守护好你的两只鹰, 两只鹿, 两只鹿, 并约束住你口中的一条虫, 还要时刻与一只熊作斗争。 除此之外, 还要照顾好一个病人, 如果你能妥善履行这些职责, 相信对你的修行大有必义。 圆池疑惑地说, 大师我前来学习, 并未携带任何鹰、鹿、 旧等动物, 如何能去照顾它们? 再者, 我更想了解的是 与修行相关的知识。 这些动物与修行有何关联? 无德禅师微笑着解释, 我所说的两只鹰, 是你的眼睛, 守护它们意味着不看非礼之事, 两只鹿是你的双脚, 控制它们意味着不踏非礼之地, 两只鹿是你的双手, 让它们承担责任, 不做出非礼之举, 一条虫是你的舌头, 约束它意味着不说非礼之言, 那只熊是你的心, 克制它的自私, 不生非礼之念, 而病人是你的身体, 希望你能让它远离罪恶。 听了无德禅师的教诲后, 圆池默默点头, 似乎有所领悟, 修身与修心同样重要, 人只有不断认识自己, 不断反思自己, 克制自己的弱点, 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 让自己不断完善, 才能让内心不断进化和升华, 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人若不能忍受反苦, 就会自食其果。 有一位游云禅师, 在废弃的寺庙中找到了七夕之所, 不久后他收了一些门徒, 他每天让徒弟打扫寺院, 管理菜园, 而自己则像模像样地打坐, 背诵一些书上的佛礼, 然后对徒弟们进行讲解, 每天中午, 他都会回到自己的禅房午睡, 徒弟们看到后便问道, 大师, 您为什么每天中午都要午睡呢? 大师回答, 孔子每天中午都要休息一会, 在梦中向周公请教, 醒来后用仙贤的话教育弟子, 我每天午睡, 也是去见仙贤, 徒弟们听后便不再追问, 有一天中午, 徒弟们在禅房打坐时, 实在困倦, 便睡了过去, 恰好大师进来了, 便叫醒他们训斥道, 你们怎么能在打坐时睡觉呢? 难道你们不知道打坐时 阴心如止水吗? 徒弟们回答, 我们去见古圣仙贤了, 就像孔子去见他们一样, 大师一听愣住了, 心想, 这不是我每天对弟子们说的话吗? 如果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 岂不是否定自己? 想到这里, 他灵机一动问道, 那么古圣仙贤给你们做了什么训事呢? 说给我听听, 徒弟们回答, 我们见到了仙贤病问, 我们的师父每天都来向你们请教, 你们都讲了些什么, 能不能也告诉我们一些呢? 但令人奇怪的事, 他们竟然说从未见过你, 大师一听愣在那里, 脸色忽红忽白, 非常尴尬, 为人处事应当保持诚实, 因为谎言只会让人陷入更深层的困境, 让人无法自救, 同时也会失去他人的信任, 进而失去人心, 应当从佛陀的教训中汲取智慧, 不要做出自毁常诚的行为, 虚荣是指表面的光彩, 不实的声誉, 是那些实际上并不存在, 只是被想象为美好的事物, 只有摒弃虚荣, 才能揭示真相。 我在宣讲佛法时, 告诫人们不要怀有虚妄之心, 要还事物以本来的面目, 放下心中不可逾越的虚荣, 不必执着于表面的虚荣, 事情就会回归其本质, 一位法师喜欢用结语来概括道理, 让弟子自行领悟, 一天他兴致盎然, 随手写下两句, 绵绵英语二人行, 怎奈天不灵一人, 让弟子们思考, 一个弟子自作聪明地抢先解释, 没有临到雨的人肯定是穿了雨衣, 法师听了不说话, 只是慢慢地摇了摇头, 接着另一个弟子说, 我想这应该是一次局部雨, 这种现象虽然不多见, 但还是有可能碰到的, 没有临到雨的人, 走得正是没有下雨的那一边, 说完这话, 他信心满满地看向师父, 法师笑了笑依然不说话, 第三个弟子见师父没有表态, 于是说, 你们的解释太牵强了, 其实道理很简单, 那个没有临到雨的人在屋檐下行走呢, 说完后得意地瞥了两位师兄一眼, 准备接受法师的赞赏, 法师朝弟子们笑了笑, 缓缓地说, 你们都很聪明, 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 设想出种种不灵异人的条件或理由, 但是你们陷入了思维的局限, 错误地执着于不灵异人这一点上, 事实上, 如果你们换一个角度想一想, 所谓的不灵异人, 不就是两个人都在淋雨吗? 很多时候, 我们都把思维局限在固定的模式中, 陷入牛角尖, 紧紧抓住约定俗成的东西, 认为那是不可更改的真理, 循规蹈矩, 无法解脱自我, 事实上, 如果你放下心中不可逾越的神圣, 换一个角度去思考, 你会发现, 原来事情并不是自己想的那样, 人们有时候不愿意舍弃原有的认识, 所以才不会有新的开悟, 虚荣是外向, 只有懂得付出才能得到真正的收获, 有时候这收获就是给众生一路光明, 有一天, 洞山良界法师在晚上说法时没有点灯, 有位能人法师就问他, 为什么不点灯呢? 洞山良界法师听后对侍者说, 你去拿三斤灯油送给这位能人法师, 能人当时并没有去向洞山法师的话, 是否有其他的意思, 但是经过一夜的参究, 他若有所悟, 于是拿出全部积蓄, 举办摘会, 供奉大众, 并跟大众一起生活, 一晃三年过去了, 他来向洞山法师告辞, 意欲他去, 这是雪峰法师刚巧在洞山法师身边, 等能人走后, 他问洞山法师, 这位法师走了以后, 不知还会不会回来, 洞山法师回答道, 他知道他可以走, 但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可以再回来, 你不放心, 可以去法师堂看看他, 雪峰到了法师堂, 岂知能人回到法师堂以后, 就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往生了, 雪峰法师立刻跑去向洞山法师报告此事, 洞山法师说道, 他虽然往生了, 但是如果和我相比较, 却比我慢了三十年, 在生活中, 有些东西注定要放手, 不应该执着, 每个人的承受能力都是有限的, 不应被贪婪所拖累, 只有学会放弃那些应该放弃的事物, 我们才有机会去追求更有价值的东西, 人们常常因为别人的错误而受到伤害, 这是很正常的反应, 然而恨别人并不能解决问题, 反而会让我们更加痛苦, 剔除对别人的恨, 实际上是在剔除自己心中的恨, 没有恨的心境才开阔, 心境越开阔, 你就越从容, 自从我进入佛门以来, 我把一切众生都看作佛, 我曾教化世人, 心中有佛性, 众生皆为佛, 其效果是生平等心, 有人问我如何修平等心, 我说你家里一定有佛堂, 共有佛像, 把你最恨的人血衣长生牌位, 共在佛像旁边, 每天香花供养他如佛, 他说这样不行, 我见到他就讨厌, 此乃功夫不够, 应在用功修, 几时见到此人不觉讨厌, 还要尊敬他, 自他平等心就清净了, 清净平等绝世三而一一而三, 一个得到了, 其余两个也得到了。